小伙子 这个热爱文学跟当作家 这是两码事 靠文学吃饭可不容易啊 请保持开门 小伙子 我们这里不要文学系的毕业生 你们不是出版社吗 出版社是出书的地方 它不是写错的地方 我们这一无人 没有一个是作家 就像电影院 他也不负责拍电影 对吧 我在网上写了一些连载 您看一下 你是想出书赚稿费是吧 小伙子 我问你啊 你的这个连载 它的阅读量是多少 评论呢 小伙子 这个热爱文学跟当作家 这是两码事 靠文学吃饭可不容易啊 现在渠道多 但凡是会写点字的人 他都敢写 市场太乱 读书人太少 很多不出名的作家 都要靠兼职才能够养活自己 所以啊 我建议你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好 好 谢谢你 下一位 这衣服不错啊 买来的啊 我有这面试网上九十九买的 挺帅的嘛 别闹了啊 再也不穿了 你面试得怎么样 等通知 我知道 那你自己感觉呢 聊得好吗 就那样吧 聊了多久啊 二十多分钟 那可以了 我跟你说 第一眼的演员特别重要 他们如果对你不感兴趣的话 根本不可能浪费那么长时间 可是我不是特别想去 那工作环境吧 怎么了 主要我也不想搞文学了 为什么突然这么想 写文章又不能当饭吃 还是得找个十几点的工作 我小舅在一个石油单位上班 写的一首好文章 三十二岁就是副处级干嘛 虽说文学无用是假的 但是现在 文学只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我要去出版社 也写不出我的文学水平来 但要找个别的工作 还能写两笔 那竞争力就会更强了 你现在是想放弃文学了 我晚上跟我小舅吃饭 我也看看他的单位 有没有我能做的工作 总之你要想清楚 自己喜欢的到底是什么 自己喜欢的到底是什么